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是公主別這樣 旭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官方認證 提琳最強的首抽陣容 有沒有很香啊 這個蛇巫女很香吧 那遊戲有很多很強力的角色 那要怎麼樣搭配出最強的組隊陣容 這集攻略直接幫你全部解析完全攻略 拿來附帶這遊戲最多禮包嗎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總整理分享給他讓大家可以最完美的開局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禮品嘛對話嘛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我們進入遊戲了 哇這個前面的配音很台式啊 那畫面很可愛 有沒有這種可愛的Q版畫風的 還有小新公主 他剛剛好像還講台語耶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遊戲的畫面做的蠻精緻的 很像以前在玩那種魔龍寶冠那種有沒有 捲軸手遊的那種風格 很可愛 來我們進入戰鬥 這個是放置型的小人 放置小人 站裝這個叫做站裝小人 有一陣子的留言叫什麼站裝小人 好拿到一個狼女 密林狼女 羅拉科爾 有一個長腿妹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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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來我們 前面的劇情還蠻多的呢 看一下 一樣是把我們的新角色上陣上來 兩個狼 兩個狼妹妹 他的畫風很特殊就是 他角色在上面然後戰鬥在下方 後排又多了一個 妹子了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妹子 然後之後就可以開二倍速了 後排是這個群體的放毒 也算是前期新手時期還蠻好用的有沒有 驚起來很快速 輕鬆獲勝 好續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馬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那我們首先點後面左上角人頭 人頭點進來之後呢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系統設置 系統設置這邊呢有一個序號在畫面的右上角 點進來呢在畫面的右上角就可以輸禮包馬了 好那我們就輸入這個VIP 然後666 等一下按確認 獲得 有這個火柴這張大量的魔力水晶還有100K的金幣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 試一下其他的 VIP然後888 按確認 888沒有 777看看有沒有 只有666有 好可以啦加減換一下 那現在很多福利大家注意一下畫面的左上角 送1688抽啊所以我們開局就可以拿到好幾千抽了 這個首抽數千抽 他每天登錄了有大量的轉蛋券啊哇超爽1688抽 這個很性感的妹子 送超多 好那畫面的左上角一個八日好禮點進來之後呢一樣 可以拿到大量的鑽石啊然後有這個小紅帽 然後還有這個 套裝啊 大量的火柴 很多的英雄憑證 還有這個引路 竹灰 最後還有第七天 夢化火柴 可以指定陣營的招募 可以抽到指定陣營角色 第八天的話還有這個 頂級神角四選一 所以有這個自選T0神角可以拿到很多隻T0神角 不然這個小紅帽 魔鏡皇后還有花之王以及寶藏獵人 T0神角四選一啊非常讚 這個免費拿 然後這邊呢每天都會有一些可以免費領到的禮包 所以記得來領一下 這邊都是免費的 就可以白嫖一下 免費了 然後左上角這邊有白嫖的 特權一樣 有白嫖就拿一下 鑽石不拿白不拿 有沒有真的 拿美洲一樣可以白嫖一下 有鑽石啊有這個 金碎片 爽 好那活動可以看一下 活動這邊呢也會有很多新手的福利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是有手除啊有一些 還不錯的通常手除的CP值都蠻高的 這邊 然後這個推薦禮包 然後月卡聯儲這些 這邊都是一些 課金的 那他會附帶一個小寶箱所以大家記得看一下 這邊有小寶箱也可以拿到免費的福利像是鑽石這些的 就是鼓勵你點進來看一下 那這邊還可以拿到像是 角色的碎片 好所以開局很多福利啊 好那續哥來分享這遊戲官方認證啊 T0最強的 首抽陣容 那前面有這個新手推薦隊 主要就是用我們拿到的角色 像是小紅帽啊 然後這邊 有這個 帕布菲爾 這個獵手 接下來用這個白雪公主 後排白雪公主加上 月光公主 以及這個花之王這個是我們開局的可以用的新手推薦隊 接下來呢後面的話新手時期還可以用這個 前期成長隊前期成長隊也是用這個小紅帽我們已經有了 小紅帽已經拿到算方便 接下來可以搭人魚公主做前排 人魚公主搭前排 接下來 後面還有三隻 有這個魔鏡皇后啊 這個是後排 還有這個灰姑娘 以及 後排的這個白雪公主 所以這五隻 是做後排這樣 白雪公主算是後排還蠻好用的 推薦啊或是成長的話呢都可以用到 那最後面一直往下的話就會有比較強力的隊友 像是強力控制隊啊或是斬殺刺客隊這些都很好用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最後期的 官方認證踢定最強的陣容 像是有青蛙王子做前排 然後這邊 有這個變魔人 阿補杜拉 這個是前排的 接下來的後排的話呢 剛那個刺客隊 斬殺刺客隊後排 核心角色 吉凶 金銀河神 這個就是 掉到河裡面的金銀斧頭 這個金銀河神這是吉凶 接下來是這個布斯 穿靴子的貓 這個貓很可愛這也是後排的 後排的神角 這個是我們的核心角 然後還有這個 馬爾吉娜最主要是剛剛那兩隻核心角是刺客隊最主要的角色 那他這邊都很詳細的搭配 這個好性感啊 蛇巫女 馬爾吉娜 這個是我們的後排 他有一些毒的技能什麼的還不錯 群體的AOE輸出啊附帶灼傷啊然後攻擊BUFF 然後致命舞蹈 他都有些灼傷然後暈眩他的技能組蠻實用的 所以我們搭配起來後期的話 毒蛇然後是上火 所以這個官方認證的T0最強的首抽陣容 然後從前期啊中期 就是有暴力多核隊啊流血控制隊啊 中毒爆發 到後面呢有斬殺刺客強力控制都是非常強的陣容 所以大家記得就是 按照這些推薦的來選 你可以選出很好用的神角 像是長髮姑娘的就是很強力的控制神角嘛 就是中後期的話都蠻好用的 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 最多里巴馬隱藏版的需要 官方認證T0最強的首抽陣容 遊戲的玩法 都非常詳細的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旭哥手遊攻略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